现在这个才是硬道理 肯定送了个手肘料 切了一个月手肘没切出来 这个肯定会切出来 像个板砖一样的 打个灯看看 打蛋还是有表现 这种系列不知道会不会惊艳 不怕 不怕的 系列皮温地上 这个淘厚度也可以嘛 就很好切的 这个位置是没有了 为什么呢 这条链从这边过来 从这边到这里了 太仔细了 所以是说手肘有点难这块料子 读一下嘛 价格合适 读个小圈口也行 价格啊 给你个牌子加嘛 万六 这不是牌子加的嘛 你这个是三条手肘的价格啊 怎么会啊 三千块钱嘛 三千 对啊 一万六三千 对啊 砍价太狠了 你自己看 这条链从这边过去 你说这边一刀切开以后 这个侧面 有也只是小贵妃的那种圈口 这刀 二伴大器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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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块钱吧 好吧 四千块钱啊 不吹牛了 直接切了 切了再看别的 呦 小价位是钱 我也不吹那么一点钱 对 对 大方一点 拿去发财 换节是更好 现在这个才是硬道理 三四五六七 二十二八二九三十 差一千啊 好 一二三四五 九十 来 恭喜你啊 你有发财了 恭喜老板 画线 练呢 练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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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从这里出来了嘛 切 手桌 切八条 哈哈哈哈 开开开 哇 好 哦哦 看 恭喜是漂亮了啊 我也有 进了淡淡的飘色花 脏也进了 中间可以取 什么都没有啊 手头没有啊 有没有 有脏什么都有 有脏 啊 他的啥都有 没有 总还是化开了 有黑度的 点点发白的地方就是棉了 胎子挂件一大堆 手头一个都没有 就这样吧